生命多樣化的重要 那濕地 其實剛剛我講 因為我今天的題目是 濕地生命多樣化 其實濕地還有很多的功能 像譬如說 它可有那個 蓄洪的功能 當你下大雨的時候 這些濕地 它會吸掉很多的水分 所以說一般來講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濕地 而且是人工濕地 你知道什麼? 其實就是水田 水田其實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 濕地環境 尤其是有很多的梯田 在梯田喔 那些梯田其實慢慢慢慢 大家開始要把它富裕起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梯田 我聽他們講說在共僚 共僚他們的梯田 富裕起來其實三個石門水庫的水量 它可以蓄這麼多 所以說當你在 颱風下大雨的時候 它可以把你的水 留在那樣子的一個環境裡面 這是它一個防洪蓄水的功能 像譬如說 我們在西蘭目前整個大台北環境 都市 全部蓋大樓了 全部都是柏油路 全部都已經 土地已經被我們的那個水泥 全部鋪的滿滿了 一下雨怎麼辦 就馬上就流走了 馬上就流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你的土地沒辦法去吸 最後呢 全部就往這邊丟了 那所以說為什麼 現在這個標單柱 對這邊的那個 濕地環境 很重視就是 它希望說 盡量保留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做最後的一個 防洪蓄水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濕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淨水 它可以淨化水質 那淨化水質這件事情 我就要講一下 當初這邊其實是很漂亮的 兩年前 那個時候